在这个地方呢 我第一个要 什么 学好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要特别先跟你讲一下 因为 有很多人 很多人 他会把一些 他觉得不重要 但事实上 真的很重要 的东西 搬来搬去 甚至关掉 好 例如说 他不小心把这个 专案视窗关掉 然后呢 属性视窗也关掉 然后 这个 工具箱也关掉 好 有可能嘛 对不对 那关掉怎么再打开 好 我们先不讨论 为什么要关 但是你要知道 怎么打开 请问在哪一个功能标签底下 博章 检视 对 然后呢 点选 例如说专案 总管 刚关掉了嘛 就打开专案 专案 还记得刚刚我们在专案这边 我们是不是要插入一个表单 就在专案总管里面做的 然后呢 我是不是说我要定义每一个里面的物件啊 像文字方块的名称 那就是它的属性自窗 所以一样 检视 检视 是不是可以把属性自窗打开来 所以这边是什么 专案 这边是属性 那右边呢 右边刚刚不是还有一个什么 工具箱 工具箱在哪里 一样在检视 检视里面工具箱在这边 可以哦 就是连着这三个 因为最多同学问的 等一下你们可能也会问的 所以就不用问老师了 就问你隔壁的同学 那接下来知道这三个视窗咯 怎么关 你要知道怎么开